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文怡 欢迎锁定今天的台湾新思路 有句话说 见为知著 小事成就大事 细节成就完美 说起来很简单 不过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 但是在台湾有一群人 他们真默默地贯彻这个理念 甚至帮台湾 赚尽了大笔的外汇钞票 这一个产业就叫做手工剧业 很多人不知道 台湾其实是全球手工剧制造大国 看似不起眼的板手跟钉枪 背后却蕴藏着大惊喜 而且2020年 台湾手工剧出口值排名全球第三 全国最大最密集的手工剧产业聚落 就在台中 占尽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出口值 而本集台湾新思路 黑手变金手 金手奖专题报道 我们还惊讶地发现 这样的超级隐形冠军 竟然有超过七成的企业 员工不过二十人 却能帮台湾每年创造的出口值 高达了台币一千一百亿元 为了揭开这手工剧业的神秘面纱 我们要带您前进一家 台中大理的工厂 他们隐身在三合院里 不在传统认知的美光灯下 却能靠着一支手钉枪 卖进了世界五十几国 每年生产超过两百万只 甚至还吸引了神秘的特务国家 都成为大客户 接下来透过镜头 我们要深入揭秘 他们是如何打造 手工剧业的不败神话 在一个即将下雨的午后 台中这家工厂得赶忙着 把这些硬上 面对台湾的箱子送上货车 要是大雨突然降下来 就来不及了 大家来 往前 往前 来 往前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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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瑞渊是这里的老板 打通他们夫妻俩白手起家 坐到现在 不知不觉也过了快四十年了 这间隐身在乡东的工厂 周围的三合院 让我想起台湾七零年代 加工出口业 兴盛时的光景 但这个小工厂 却成功地拥抱了世界 靠一个手钉枪 他们迈进世界五十几国 每年生产超过两百万只 直到现在 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的零件 有三十几种零件 组合一支金枪 你看我们钉子这么细 所以你看三十几个零件 基本上就要经过 三十几个步骤来做 对 因为里面有 一个关线的技术 像里面有热处理 它要耐磨 进度要煮 像我刚刚说过 这个说面 我们都要经过说面测试 那个我们的基本要求 是要达到一万四以上 才算合格的钉枪 在写着安全至上 品质第一的流水线里头 每天有超过二十位员工 不停组装 这是一个极度讲求手艺的活儿 因为越是机密的机械 就越得动手 但随着时代改变 这样的流水线 也得与时俱进 这个一拉起来 它都等串啊 对 它没办法脱离一个一个 是 一个一个让我们去自动化 本来的生产线是很长的一个 作业生产线 但是因为我们后来慢慢的觉得说 这样整个效率是慢的 对 现在目前大家都把它改成了短线生产 这样子 短线生产一个人负责的零件就比较多一点 但是相对的 它们的速度是快的 直到现在 台湾仍然是全球最强的手工具王国 根据统计 全世界每三支钉枪 就有一支出自台湾 透过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调查显示 台湾手工具厂商多达两千两百家 总就业人数四万七千人 一家平均只有二十一人 七成聚集在中部 而这些平均二十一人的小公司 却能替台湾赚进高达新台币 一千一百一十亿元的出购值 然而这样的招牌 是从林瑞元那一代人 提着一卡铁箱 接外销订单 开始了 像这个就是销售到俄罗斯过去的台湾 这里就有Mate in Taiwan 这都是俄罗斯文 这边就是墨西哥 那边就是埃及的 还有英国的 在还没有发发疫情前 你自己大概一年当中会去几个国家 就是最高纪录 最高纪录一年去十四个国家 现在我们目前最大 大家想不到的地方 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地方 是在东欧国家 就是俄罗斯 乌克兰 还有白俄罗斯 很难想象 林瑞元崛起的背景是来自北大荒的寒冷国度 背景是1991年苏联解体 那是一个象征共产崩溃走向资本的年代 当时林瑞元看见市场需求 俄罗斯人需要手钉枪 装修房子 于是顾不得自己语言不通 就带着妻子直闯 这个已特务文明的国家 因为俄罗斯那时候真的 进去他们的海关还很恐怖 进去里面都是还拿枪的 他们刚去 他们莫斯科机场 真的很昏暗 那种感觉 那种气愤 让你觉得说 真的到这个国家 能够卖东西进去吗 但是 我们去了两三次之后 觉得真的是收获很多 那时候克服了很多障碍 相对给我们的回报 我们找到很多客人 截至今日 俄罗斯仍然是这家 手钉枪工厂最大的客户 30年来从未变过 过去 这个产业被称作台湾的黑手窟 如今却能读导 全球手工具研发方向 参开成功法则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叫聚落 台中的手工具业 大多是黑手起家 资本不足 规模小 很难一条龙生产 只好用外包制 多年下来 灵力间形成彼此依赖的供应链 光在太平 大理一带 方圆200公尺 就有一个聚落 跑一圈聚落 用他们的行话奖 叫走流程 一个产品上中下游 任君挑选 还能彼此分摊设备 提升交旗 打群架 这种新潮的名词 在手工具业者眼中 那是好几年前 就在做的事 就我们台中一个 很完整的供应链 就是应该 可以打团体战略这样子 因为像我们的东西 表面处理 是有专业表面处理在做 热处理有热处理在做 我们有加工冲业 制造业也有专门 在帮人家加工代工的 所以这整个结合起来 好的产品设计出来 这个领域里面 都可以做得相当好 36年下来 一个手钉枪 让林瑞渊养活了50个家庭 而那个当年带着妻子 睡在工厂赶订单的小伙子 员工多了 孩子大了 时代变了 他得想想办法 才能杀出 这里是我们钉枪的 所有零件的制造场 里面的生涯 也有点大哦 所以说我们这边 就是我们自动化的产业 像怎样的东西 需要用到自动化 像我们零件都缩短工程 我们都把它改成自动化了 自动化似乎成了 许多手工聚业者 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根据资测会 2020年的统计 台湾产业接近9成 表示已导入 会有兴趣导入智慧制造 同样的林瑞渊之家 有例外 800平的厂房里 肩负着一只手钉枪 超过5成的智慧生产 但林瑞渊 心里很清楚 自动化不该是企业布局的终点 而是手段 台湾的年轻人 在投入这个 欧七卧这个行业里面 是很难招募到人才 我们现在 最主要的人才是 我们培养我们第二代的年轻人 来接手我们未来一个事业 人力的不足 造就自动化的脚步 必须加快 28岁的林家亨 是这家手钉枪公司 积极培育的接班人 算一算跟他同年纪的不到15人 此外 他们这几年也发展自由品牌 为了摆脱订单和价格 被国外大厂控制的困境 话说到最后 其实每个印着台湾制造的箱子 荣耀的背后是数不尽的赶工日子 谈未来得背负跟上时代的失明夜晚 只有当黑手印象不在 台湾制造这块招牌 才能在未来继续征战世界 MIT 台湾制造能撑起一片天 很大一个原因是来自于创新跟差异化 像是全台湾第一家 开发出液晶显示器支撑币的厂商 也就是装在一件萤幕后面的支架 最主要虽然是应用在办公跟医学领域 但早在1998年 他们就能以一个不到20人的公司规模 开发出了全台湾第一款产品 甚至还自创品牌 出现在知名的韩剧 还有好莱坞大片的萤幕上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呢 带你一起了解 这一柜主要要往德国去的 那左边这一柜主要要前往美国 故事的开场 是这群即将远赴从阳的小箱子们 为了欢送他们 洪清瑞已经好几天没能好好睡觉 因为目前全球都还是缺柜缺船 一般常态来讲 在没有缺柜前 我们大概就是每一天有 大概两三个货柜两三个货柜在运作 但是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现在这个稳定度很差 有时候一天要装六个柜 有时候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一个柜都没有 因为没有柜子可以装 箱子里面的产品叫做液晶显示器支撑币 这可是他们的身材工具 作为全台湾第一个开发出这个产品的厂商 当中有高达95%都是外销 卖到世界18个国家 尤其是欧美 因此洪清瑞必须比别人看得更远 这也难怪缺柜会让他如此心神不宁 其实缺柜的关系或不止这些 说实话 因为缺柜还是缺得很严重 在这个迎战全新的时代里面呢 我个人的见解呢 还是要不断地创新求变 创新求变是洪清瑞在这整场采访中 最常出现的两个词 55岁的他出生在战后婴儿潮后 就跟当时许多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一样 低调节俭 秉持着爱拼家饮牙的信仰 做过塑胶社书 做过CD收纳盒 直到1989年公司创立 而那一年正好是台中经济最重要的分水岭 台中人年收入正式名列全台第二 台中麦当劳中港店在2月1号 创下全球麦当劳单一小时 服务人次最高纪录 同样的大渡山下象征黑手的机械业 也如雨后春笋般的诞生 在这个杀得昏厅安地的机械战场上 洪清瑞的口头禅 创新 求变 登场了 那在80年代呢 我们在CRT的荧幕慢慢被LCD的荧幕取代时 我们当时研发出第一款的LCD Monitor Arm 也没有想太多就先拿到欧洲的展览会场中去展示 其中我们的日本地区的代理商更直接明白地告诉我们 在日本市场没有品牌是无法经营的 巴黎年代是台湾代工加工制造业最兴盛的年代 自创品牌无疑是一步险棋 更何况那时只有洪清瑞跟他妹妹两位员工 因为日本人的一句话 洪清瑞把自创的荧幕手臂贴上了自己的品牌 但现实总是不敢的 十几年前公司还是很小的一个过程 资源也有限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发展品牌上会遇到很多很多阻碍 因为太小了没有人要理你 并且还要面对很多的专利的问题 还有仿冒者的串出 甚至还有一些客户他原来就有品牌 他也不愿意放弃他的品牌来执行我们的品牌的一个概念 而是希望我们让步 他没想到全台第一款易经显示器支撑币 把他的事业推向巅峰 一个来自台湾的品牌 出现在了蝙蝠侠黑暗骑士电影 和太阳的后裔韩剧中 即使只有几秒 但洪清瑞拼了超过30年 这边就是我们制造的一个前端的起源 那我们在这前端的起源呢 都有借由机械设备来改善人力的一个损套 减轻人力的一个辛苦的一个程度概况 至于自动化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 七年前洪清瑞打造这一条 他口中称作是捷运的生产线 从前端制造包装到出货全都一条龙 货品甚至能直接通往洞口送到货柜车上 这些动作帮他们节省了40%的人力公务力 我们的第一个工站完成之后 它就只有这个我们叫做捷印的蓝线 我们公司这个设计有很大 有捷印红线 捷印黄线 捷印绿线 捷印蓝线 就是说每一个工站完成之后 不需要人员的搬运 也不需要人员在那边弯腰取物 或者弯腰换物都已经没有了 以前这22个人到23个人的月跟年的一个产出 一年它只贡献2亿多的营收 但当这条产线完成之后 它可以共议到4亿8千万的营收 足足将近一倍 这几年自动化成了写学 对制造业来说 终极目标叫工业4.0 根据2020年的一项媒体调查 台湾工业4.0潜力股分部 发现全台97家工业4.0潜力企业中 光台中就有29家位居各县市第一名 这次洪清瑞口中的创新求变 必须得要加快 这里是我们清武公司的KiGate处 这一共厂房距今已经有26年的历史了 那目前你看到了左手边的这个设备 是我们建造的第一条 智慧制造的一个生产线 短短一年 它从塑胶射出工厂 变成智慧化工厂 产品在输送带上 自动检测 自动喷漆 自动排列 有别于其他工厂 采用外籍劳工操作 这里大多是刚毕业的年轻人 这场全球工业4.0革命 带来克制高效 但工业4.0不等于自动化 而是商业模式彻底改变 在2019年 他们砸下10亿 改新厂和营运总部 但人才才是台湾 能否搭上工业4.0列车 最重要的关键 所谓的工业4.0 并不是你设备架设完成 它就叫做工业4.0 这些人员都必须要从基础的培训 一直到累积一段经验之后 他才能够在智慧制造里面 作为一个很适当的工作人员 来管控这整个的一个生产的运作 当采访到了尾声 带着我们逛了一天的洪清瑞 在他要离开前把员工叫来 在镜头外讲了这段话 创新求辩听起来很抽象 但后来我们才明白 支持这道口头禅的力量 来自于行动 观望 等待 对洪清瑞这一辈人来说 是奢侈 这是一个55岁中小企业老板的故事 就像台湾的缩影 工业4.0听起来很巨大 你可以观望 也可以行动 台湾 你愿意站在那边 研发 创新 甚至自创品牌 是这几年许多制造业 打破了代工框架的终极手段 但打造一个品牌谈何容易呢 尤其又是以往被冠上了黑手印象的产业 但接下来这里的故事 位在台中的公司 他们早在12年前就自创品牌 靠着小小一颗锡盘 卖进了超过30个国家 400多个专柜 光一年的销售量 就高达两三百万个 营业额上亿元 那锡盘的功能运用很多 其实像这一个 其实是我们的毛巾杆 那用在浴室的时候是毛巾杆 然后这里我们就是再加上几个挂钩 那就可以把我们的 平常在炒菜的这一些的铲子 可以把它放上来 或者是说 我们煮完菜 像这一个 这个平底锅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整个这样挂上来 完全不用破坏原有墙面 就能满足需求 小小锡盘 创造空间魔法 背后的催生者 就是这位灵魂人物 虽然是董事长 但是我本身对这个 演化产品是很有兴趣 那我是学机械设计的 所以在国外展览 这二三十年也看了很多东西 所以市场的变化 比较清楚 所以一开始的构想 一开始的发想 都是我来提 然后再请野化部门 他们去画图 然后再去做3D 然后再讨论 然后确定以后 再去开模 然后市场量产 学的是机械设计 但出社会后 却是到贸易公司 党业务 对于商机最为敏锐 大胆投资进口 碳化屋 让它赢得人生 第一头金 那离开之后 我就听说 那个公司就把这个部门 踩撤掉了 那我想说 这个很好的机会 那多可惜 那时候也踩过了一些品项 然后就去跟公司讲说 你既然不要这个部门 那我把你的库存买起来好了 他当然愿意啊 因为他就不做了 那些东西也是钱 我就把它买起来 就这样开始做这个切碳 就是之后大陆也开始做建筑院工具 所以一些大单就被转单到大陆去 那我们的音乐就比较少了 那想说公司经营十几年 不能让它下来嘛 所以就想说 要找第二个事业体去发展 然后就想说 我们有锡盘的专业 那就用锡盘的专业 把它应用到家用品 然后就选择这条路来走 不会言因为受到中国低价抢势 以及金融海啸的冲击 让自己惊觉 公司不能只依赖单一类产品 于是再次大胆尝试 从讲求CP值的制造业 跨足讲求本梦底的消费品 2009年创立品牌 用锡盘主打居家收纳 因为家用品用的地方非常多 它的特性有的 也不是说真的要锡那么强 它只要方便 所以你用的太强 那你要拿起来反而是不方便 所以有各种的材质 都要去看你的功能性去倒配 锡盘的特性 它就是不用打冰子 然后现在的装潢 你一块很漂亮的墙壁 你要打钉下去 我觉得是很难 像我自己买Dyson吹风漆 然后它充电座 是要自己打钉在墙壁上 那我自己也觉得我钉不下去 所以像这个我就发想说 那我遇到这个问题 其他的消费者一定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研发这个一个锡盘 它的固定座就锁在我们的 这个座上面 然后这个座随时可以移动 对 那墙壁都没有动 除了在锡盘上下足功夫 还研发全球专利的天然上胶垫 可以耐寒耐热 从负实度到七十度 吸力从最轻的一公斤到最重的二十公斤都有 产品数量超过上百种 而且每年还要维持最小创新二十到三十项产品的能量 好的产品除了好的技术之外 更需要懂得卖它的人 而总经理同时也是老板娘的灵良力 所以就扮演了重要角色 炒完热炒之后 那这个一定有水蒸汽或者是油盐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炒完之后这个有热气 这个热气就会掉到这个 我就先从颜色开始 因为早期吸盘就是白色或者是电镀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 如果我把这种很丰富的像彩虹的这种颜色就带进去 所以当我进到那个星光三月中港店的时候 那第一天展店就非常成功 因为它整个颜色摆起来像一条彩虹 那客户从那边走过去 这是什么 所以大家就被这个颜色吸引就走过来了 那其实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让我创造第二个百货公司来找我 它是因为它觉得说 其实这些东西是在他们的百货里面 没有这样子的产品 那也觉得非常的有趣 用过的绝对会再回头购买 灵良力对自家产品信心爆棚 因此设立专柜主打体验经济 快速站稳台湾高端家居市场后 更加销售触角延展至海外 海外餐展展店都是自己手把手做训练 除了让销售人员熟悉自家产品之外 更能直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可是你就会发现说 当消费者走进张柜的时候 他们就会做一个动作说 我来百度一下 或者我来看一下就是往账上多少钱 那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控制的还蛮好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实体店 只有实体店有卖然后没有卖 那接下来就是去吃饭的时候 他们又说我来百度一下 那我来看评比好不好 那我就觉得说在五六年前 中国大陆的在这里他们是已经都是这样在做了 所以相对就是市场已经在改变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把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就是开始走电商 就一路慢慢的就是随着现在的一个趋势 从B2B转型为B2C甚至是B2B2C 超过30个国家以及400多个专柜 除了实体通路之外 更拓展全球电子商务 将O2O延伸到O2M 不断在市场突破重围 也成为台商从制造业转品牌成功的电饭之一 上一段的节目我们提到了代工 这是传统制造业当中 一直想要积极摆脱的框架 但其中有个领域 台湾却能将代工做到世界第一 那就是半导体 根据自社会最新的预估 2021年半导体业产值 台湾晶圆代工的全球市占率 高达了62%排名世界第一 而在全球最新的10大晶圆代工企业排名当中 光台湾就占了4家 因此这一集的大人物单元 我们要来介绍 全球排名第七的晶圆代工厂 利基店老板黄崇仁的故事 而且身为利金跟利基店的创办人 半导体业赫赫有名的狂人企业家 黄崇仁是毕业于台大物理系 在美国拿到了医学博士 但他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只花了五年 就还清了上千亿负债 尤其2012年历经下跪 黄崇仁可是背负了一千两百亿的债务 但是2013年 他就靠着苹果的订单成功翻身 同时不仅如此 他之后更年赚上百亿 踏上了重新上市之路 这位外界口中的九命怪猫 是如何逆转颓势谷底翻身 要透过本集的大人物专访 带您走进这位狂人CEO的真实世界 1979年1月1日 台美断交 台湾风雨飘摇 但就在九天后 迎来了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一块定标 新竹科学园区 我们简称竹科 以美国人称之八教一词的 全球经济中心 2020年的竹科 是全球半导体制造业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拥有500家以上高科技业服务业 残居新台币一兆元以上 每天有15万颗机密脑袋 在此聚会 见证数里千计的亿万富豪 崛起 全台湾没有一个企业要有这个办法 我只有5月1月 我就还人家70亿 你知道吗 在1月1号的时候 我就手上就有100亿 黄虫人 历经集团创办人 江湖人称救命怪猫 自称命带七少星 一位医生之子 如何走进竹科成富豪 只花5年 从富在千亿到大转百亿 他的狂人狂语 他的赌鲁性格 科技界的意外富豪 启示录 背好板凳 绝对让银 拍案将决 你照采访他心里会不会紧张 有一点点多多少少 但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长辈 那我一直对他很好奇 因为他从过去全台最大的D-RAM场 到后来5年之内 竟然给还完1200亿的天价债务 他到底是靠着什么样的信念 成为过板凳 无法如期偿还公司债 D-RAM大厂历经 一开盘跳空跌停锁死 想卖都卖不掉 2000多张啊 省数差不多8000万 D-RAM大厂历经 股票走入历史 超过400亿元的债务 背在背上 董事长黄虫人闪电宣布信词 2012年12月11日 这一天可能是黄虫人 生平最难忘的日子 他一手创办的历经 因为D-RAM报价崩盘 连续两年大亏900多亿 导致公司净值转户 在28万小股东的咒骂声 与银行的追债声中 历经狼狈下跪 这一天 历经股价只剩0.29元 但回顾12年前 历经才是台湾最大D-RAM厂 股价高达80块 那是黄虫人 最意气风发的时刻 超两个奖 每一个奖50张利金股票 当时在尾牙上 黄虫人豪气大撒 一颗拉钻戒 跟价值250万元的 100张股票 因为那时的利金 是台湾前三大半导体业者 一年获利2000亿 每股盈余 甚至超过台积电跟联电 据传靠着利金 黄虫人每天可以赚进新台币 一亿元从利金身上 黄虫人似乎看到了 自己飞上云端的那一刻 但当时的他 应该怎么样都料不到 最后也是鼓票 成为压垮利金的 最后一根稻草 命运之神 将他从云端打入地狱 从风光到坠落 如到八年 利金下跪 黄虫人付债1200年 好 谢谢 黄虫好 你好 谢谢您 真的是百合作 来 这边请 黄虫请 2012年那一次 我还记得12月11号 那时候历经正式的下跪下市 对 那个时候那一天 你还记得您做 您在做什么吗 没有啊 校美人来跟我算 董事长 你看差不多要三次 我已经有准备 三个月内一定要下市 那时候全球的 地位交易到那个地步了 下次不等于破产 先记住啊 是下次 下次正規会的规定是 低于 低于禁止就要下市 这是 正規会的规定 那个时候 会觉得 那是您人生当中 最低潮的时候吗 我人生当中低潮 是太多次了 可是你一张一眼 就要睁开一亿 从一开始过去 一天可以赚一亿 然后到现在 一张一眼 都要每天还一亿 那市长 您说你每天 都可以好好睡觉 我没有失明过 我从来不吃 我没有吃安眠药 你怎么办到的 你怎么面对 那个巨大的压力 而现在好像都 我相信我可以还的 在那时候有多危险 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一个真正 我从来没有告诉你的故事 那时候我800亿要纾困 对 这个我记得是新手 召唤颖的管理经理 就跟我讲 黄先生 两个条件 如果你要纾困 这个我家一定会 在某种东西 写出来这些事情 他有事实 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不然你要纾困可以 你就不要当董事长 如果你要当董事长 你就要背书800亿 这就叫我把公司送出去的嘛 我没有那么容易投降 我不会投降 因为那个时候地面价格在变化 对 后来就下定局 因为这个很出名的事 正在没人没人做 我写了四三封信给所有 台湾的银行金控老板 说我不输困了 就这么一回事 工业局啊 这些银行都跳起来 你要是公司倒闭 我说没有 我跟你拼一次 我不会有事 我敢跟你拼 全台湾没有一个企业 要有这个胆量敢拼 我只有5亿 他来跟我讲 1月1号要还70亿 我那时候9月我才只有5亿 9、10、11、12 1月我就还人家70亿 你知道吗 在1月1号的时候 我就手上就有100亿 因为地面赚回来 我就还了70亿 就过了关 我这么多钢卡 一个人 一关都过不了 而且关关必须过 这连锁反应 不是说一关不能过就没有 赌的赢的就英雄 赌的就狗熊 大家都拜拜的 5年还光千亿 甚至连续6年 赚进百亿蝗虫人 号称台湾最会还钱的男人 这股信心来自于他的赌性坚强 在这场逆转大戏中 两个人最关键 第一个是全球记忆体模组大厂 金士顿的创办人孙大卫 他投资50亿台币 买下利金的厂房 让他们起死回生 第二位也是最重要的关键 来自于他生命中的恩人 也是仇人 苹果创办人贾普斯 当时我的时候跟苹果渊源很深 我做扫描就是做苹果的 那时候四家公司做苹果的转 贾普斯一来就通通不准 通通把他拿了 废掉 有业没业 三家美国公司他赔他 他那种苹果赛有点快要倒掉 没钱 我他不赔 因为我还在外国公司 我就 所以因为 所以我跟贾普斯见面三次 靠索一一免心 不赔那我就去跟他谈的嘛 那第一次跟 第一次贾普斯回拼我 我就到那时候古博厅 还没有现在圆圆这个 那时候古博厅我去看贾普斯 贾普斯进来又穿那个印度帕迦嘛 留着胡子 哇 进来印度那种印度衣服嘛 哇 像那个古修 我记得最记得贾普斯跟我讲一句话 我说 我说 Steve啊 你这个根本是违约嘛 他说Frank 你不爽你告 旧金山 我们的条约在旧金山上 我想我告他 我告他 我连第十位的贾普局都倒闭了 我怎么敢告他 美国人告贾普斯你告得够动吗 他跟我讲你告啊 钱也没拿到 连看了 他就把我禁锁收回去 那我就要赔一亿美金了 我那时候真的赔不起 1997年 台电工资太大了 是第一次的危机嘛 可是在我最危险的时候 苹果救到被调兵 那时候苹果要用12寸 来做它的LCD的驱动器 全台湾没有人看到 全世界没有人就找立金 苹果心里想说 立金这随时会挂的工资 你的iPhone 4跟5的 里面的IC是5 Driver IC是我做的 我是唯一的提供者 如果撬掉他就开田庄了 所以苹果定我比银行还严重 所以可以说成也贾伯斯 拜也贾伯斯嘛 那时候你最紧张的那一次 License被收掉那一次 对 可是他这个帮忙很大 因为这个忙帮下去 银行相信已经是一个好夯 连这么快要遥遇罪 苹果还愿意让你做 所以在你们的定义中 角度说到底是恩人还仇人 都是啊 我那时候在下跪之后三个月 你把所有的股票 从0.3收回来的原因 因为外界那时候也有一些问号 什么东西收回来 就是股票那个时候 在历经下跪的之后三个月 你是不是用每一股 0.3的价格把股票 我做这个动作告诉大家 我不会死 我会回来 我若不表达信心的话 你觉得人家对我有信心吗 我把我是 我认为这样公司不会死 我堵我自己 我会回来 副总 董事长现在人在哪里 从白天到黑夜 黄从仁在试吊站待了13个小时 2007年3月 中旬历经科技董事长黄从仁 涉嫌立广电脑内线交易案 至于最严重的爆发在今年3月 黄从仁涉及以企业联盟炒股 被囚刑4年6个月 大胆 冒险 敢拼 是半导体业界给黄从仁的评价 但随之而来的 就是他充满争议的一面 8年间 他四度被剪掉找上门 甚至有一年 历经12寸晶原厂才刚剪完彩 9个小时后 公司就被搜索 这种种的新闻 让外界很习惯 把他跟内线交易划上等号 甚至在我们采访当天 网络还谣传 从历经转投资的爱普 股价从4月的97块 涨到历史新高565元 黄从仁又再度遭到影射 操纵股价 我从来就没有那些文章 我从来就没有买卖股票 穿过钱 如果说今天北国台 当我的案子 我的法律案子 很多 有人要弄我 第一次搞我台北地检署 就不帮我起诉 一定压迫新竹地检署 有人要找我麻烦 这个说起来这个历史 是有人搞股票 然后把责任送给我 跟不走 还说我买卖股票的 我今天有财富 是因为我建的公司 我赚了钱 是我做的事我赚到钱 我该赚的 我不会不去赚那种 我不该赚的钱 那你那时候还记得 有没有人对你说过 最难听的一句话 或者别人的冷言冷语 你是怎么走过来 如果要说 真的对我很不好 而且很不理的 我也可以诅咒人家 他也会出事 一样 你有这个能力 当然有这个能力 你诅咒他 比如说你说 他病不会好 他就不会好 我说哪一个 我有这个本事 但是很少做这个事 但是我确实 如果需要做这个 做得到的 多可怕的一个人 我老是跟自己讲 我很可怕 说起来很奇怪 每一次危机 洪崇仁总是能全身而退 飞风为久命怪貌的他 总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 2002年 他的人生面临连续冲击 公司爆发财务危机 旺宏内线交易案 又被特征组盯上 同时 他还被诊断 撤入罹患大肠癌二期 洪崇仁 即使去医院 开刀 做化疗 整整六年的时间 全公司只有四个人知道 我跟你讲 真的 我手下差不多快二十个来 这没有一个死掉了 不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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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有人得癌 这就赶快来立进公司 没没没 那跟我的感觉是 我受到我的保护的才算数 我之前我就感觉 我可能会等到这 你听说你很冷静啊 六年耶 然后 只有四个人知道 为什么 你那是刻意的低调 不想让大家知道 当然不应该嘛 我说上升公司老板 怎么可以这样 第二个 我根本认为我不会死啊 我才不怕 到底 黄董 我真的很好奇 你的自信到底从何而来 你就觉得 OK 这是我的第六感直觉 如果我觉得我会死 我就知道我会死 我不会死的 我可以在地上讲两个故事 给你听啊 好 真的故事 故事 OK 第一个故事 就是坐飞机 这个飞机就是 灵意到不行 你记得中航空公司 有一次飞机 一吊在起的飞机上 我吊到海里去 有没有 我本来是要坐那一班飞机 很早就写好了 OK 到了坐飞机的前一天 对 我跟我的秘书讲 这一班飞机不能做 我不做的 不行 那是什么感觉 我认为 我就是有觉得 我不要坐这一班飞机 你就觉得脑袋想 你会觉得 就跟他讲不要做的 我明天不去了嘛 你相不相信那个 子维抖是我巴士 我子维抖是叫七杀 七杀待命嘛 七杀的人就杀到最后一个人嘛 就将军嘛 我都将军一定杀到最后一个 那张是我画的呢 哇 那是什么 几年前画的 学生时候 大学毕业的时候画的 大学毕业 很久很久 这两张画是罗克菲的家族我去买来的 其实 七十一岁的黄冲人家族显赫 外公许炳是板桥林家大掌柜 父亲则是台北知名的皮肤科权威 家境用过的他 十岁就开始学习绘画 学生时代就能完成出色的风景画 你在画什么呢 来跟我们介绍 画一个风景画嘛 那时候去看一些印象派的自己 就根据那个去思考模式 就去画一张 所以不是有一个实景的领域吗 也是有一个实景的 这在哪里 这应该是一个国家族嘛 当不了画家后 黄冲人先是走入医界 到美国纽约攻读医学博士 在台北医学大学任教十多年 之后却在三十八岁那一年 毅然决然弃医从伤 一脚踏入科技业 我爸跟我说 说你不要做医生 你做医生 你会很痛苦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医生是要 是叫做高等劳力密集 他说你的脑筋更好 你为什么不一次赚很多钱 为什么一个一个赚 他说医生是没有一次赚三个钱 就一个一个赚 在事业上赚了钱后 或许因为想完成当艺术家的梦想 又或者懂得投资艺术品 就此开启了黄冲人的艺术收藏之路 整个力金集团总部 画满了他的收藏品 还曾被美国杂志 评为全球两百大顶尖收藏家 来 我给你介绍一些画 OK 好 这个这两个风式朴欣 这个是百远途 最有一百只 一百只 有一百只猴子 他说这个是徐北红的八镜 这是唯一的 他画给吴志辉的 这个奈昂美智 这个毗沙罗 这一户就是 怎么讲 这个叫做西班牙大师 叫做郭亚 他的画在台湾大概 说绝无尽有了 那这张毗沙罗的是真妻 哇 OK 那你什么时候那么小 前一阵子吧 去年才买的 那我跟前他的收藏家不太一样 我看那个画我喜欢我买 之后 我不太会卖掉 我给他一个故事 我买了一张毗沙罗的 的那个 会买在吗 买一点点的 不多啦 那张毗我是两百五十万美金买的 我卖了四百六十万 转手的人卖七百五十万 最后的很卖到一千五百万 我快要祭婚了 我本来是不想卖被逼的卖 我快要几十了 听说是全容 放在口袋里面 哇 听说了 所以当时就 要处理去收 那这个呢 哇 这看起来真的有 就整版 每天翻月的痕迹 那时候是花了多少的心力 这个哦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一 这个每一 这个每一套 可能当时买都要 两百万美金 哇 对 人买的时候都要两百万美金 每一个不论大小 对 我创造历经 是 是 我等一下有一段跟你讲解释 是无法相信 全台湾的半导体公司 全部是工业院交达出来的 这我不是 那工业院其实重点于去看 我是局外人 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 你那时候没有曾经被他们觉得是异类吗 当然了 大家都觉得我是异类啊 他非常的有自信 然后 我其实看过许多比如说大老板啊 他们在荧幕上的样子 或者是多少私底下的样子 但是 黄崇仁对于他自己的自信的程度 其实让我觉得还蛮惊讶的 我这个人有一点点创意 也不敢想一点 就是我 那做扫描 其实当年做扫描 开始的时候是黑白的 我一看不行要做彩色的 彩色的 要我们的工程师做彩色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这样想我就是要这样做 后来 终于就成功了 成功了 历劫就上市了 这个历劫上市的时候 说坦白话 我那时候比所谓所顾更有钱 股票爆炸嘛什么的 我真的是感慨 我给很多人相等的机会 他怎么他都赚不了钱 他也很聪明 有时候个性决定命运 我讲这话是很公道 我给每一个人机会相等 跟我开始创业的伙伴 当时的股票 我唱历劫的时候 我没有算我父母给我的钱 不算 我自己成功了 我分到的股票 跟我那些干部分的股票 也许我多了好几倍 可是到了今天 我为什么比他们 都有钱太多的 为什么 因为我坚持到底 你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情 把我的公司救活吗 从下去到下去 应该是台湾还没有人做得到的事吧 什么事 我等一下打开 我等一下打开 我在电视interview 你不能打吧 一个时代 能造就一位富豪的崛起 但同样的 也能让一个产业打造盛事 像是谈到科技业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比尔盖茨 或是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还有脸书的执行长佐克博 但很巧的是 他们三位 刚刚好是2021年 富比市公布的美国前五大富豪 不过回到了台湾 我们的科技软体业 能够创造出这样的荣景吗 透过以下的故事 带您找答案 台湾的软体公司 应该是什么模样 台北车站附近这间小办公室 彻底颠覆我的想象 白色热光灯 加上还有新创公司 最讨厌的隔板 你实在很难把他们 跟全球下载量1.5亿的 世界级软体公司扯上边 开放空间是Google 当初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但是很多人觉得说 我只要跟着Google做 我就会变成Google 但是这些想法 事实上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沈修平 这家公司的老板 不折不扣的软体人 他的前一份工作 是全球科技人 莫名以求的Google工程师 编号400号 代表作是Google 用来绑住广大用户的 Gmail服务 曾被誉为是Google 最会做产品的台湾人 如今他回到台湾 靠着这30人的软体公司 做出世界级的浏览器 Puffin 冲出1.5亿次下载量 曾在10个国家的付费APP榜中 构出第一 除了公读生以外 我们大概都在年薪百万以上 但年薪百万没什么呀 他有多贵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年薪百万的话 他当场贵 OK 他交的税都不止百万 OK 一进来就年薪百万 但他也说最讨厌谈薪水 因为拥有严格的审核标准 第一年 他就会才40%的员工 在世界上让世界可以看见台湾的软体品牌 最重要的 如果这样讲就说 最重要是不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直有一个东西要立足台湾 这些都是证据口号 软体什么事情都跟赌场的show hand一样 赢家全拿 输家输光 在这时候立足台湾 不是就让台湾确定要输了吗 或许你听起来很刺耳 但每句话却真真尽血 从市值来比较 半导体最大的公司台积电 市值15.84兆元 台湾城市设计业最大的公司叫训联 市值是80亿元 只有台积电的1980分之一 但请注意 微软世界最大的人体公司 市值48兆 是台积电的三倍 你今天看说 这世界上有钱的人 OK 有多少是靠软体起来的 软体是非常非常赚钱的事情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一直没有办法跟台湾讲 是说呢 就是说明明有这个金山 OK 你要去挖银山 对吧 这里有钻石可以采 OK 你不去采 40年前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帮台湾的半导体打下江山 现在软体业一个真正属于年轻人的行业 想要创造台湾第一个软体成功的案例 或许除了放眼世界外 还要等着放手 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新思路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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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